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得开始了 你别喝了 客人以后再来啊 咱们这个称呼啊也得改变 以前咱们管客人怎么称呼 我会 先生你好 请问你是洗澡还是住宿还是吃饭 你说话去 首先你这个眼神包括你的动作非常严肃 太不容易接近了 别学我似的 以前我当保安的时候 你好 乌渣渣的 那都是行事 一点用都没有 实质性挤不到作用 咱们打心里边 像客人那种服务 微笑 男的叫老舅 女的叫舅妈 风哥 那人不是两口子 那叫错了不得打我呀 那你不会看哪 跨哥哥的就两口子 不跨哥哥的就五两口子 叫老姨呗 咱们虽然说管人叫一声老舅 叫一声老姨 咱们也不丢啥 对不对 他真是咱老舅吗 是不是 他真是咱们舅妈妈 不是 咱们是说叫这么叫 让她舒服 反过来她会认为 山庄这么多员工服务员 对我尊重 我也能尊重对方 大家能不能做到 有 首先咱们现在不是低调 是低头了 春哥 我这有个问题啊 那咱们换成这事了 那咱们保安队怎么办呢 咱保安队的衣服怎么办呢 保安从今以后就没有保安了 以前保安保护山庄的安全 另外山庄现在这么和谐 社会这么和谐 咱们还用咱们什么保安呢 每个员工 都是这个山庄的主人 都是这个山庄的老早 好 另外啊 我还要说一个问题啊 以后呢 天天早上那个早操取替了 不做早操 咱们就是借地气 扭农村大样子 客人感觉到 过去农村浑灰的那种状态 好 那个有没有群儿 群儿从上 没有群儿我给我嘴里面 捣个吧 搁我扇子 来 你不懂得游戴吗 这才是群儿 我给你说的 来 站起来两队 来 男与女队 来来来来 跟你说啊 来来来来 来来来 站起来 两排 两排 来 走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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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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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键 想去药账的地方 有一只也是母老虎 我分心不是这个事 我心想 这个三千块钱 让我去药账这三千块 我想要磕人 怎么想要磕人呢 假如说要是三万 是不是 我亲自出面去 可以说不掉价 另外 你来能有多长时间 到这公司 我来 一周月亮花俩月亮 你给我招来 这公司差钱多 这刘亦水公司 那差啥钱呢 欠工人钱多 不欠 我刚开始 刚开完 然后我鞋子货了 皮鞋 马上皮鞋 那个 没买别的吧 没买呀 我这头回挣钱我得 得节省点 我说你心里话 你看你跟我这么长时间了 你想不想要我抓你回去上班 想呢 你愿意给我手底下干吗 咋不愿意呢 我都不都跟你说这么上回上 我看你家 做梦都行你回来了 你要弄不得 咱俩人 共同公司做点贡献 把这账怎么能顺利地要回来 还不伤一根根毛毛 咱俩人 爹说唐飞上厂里幼儿园的事 你怎么看呢 嗯 我倒是挺乐意的 毕竟是里幼儿园 这比幼儿园能强调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你发没发现 咱们这次回来 爹变化挺大的哈 咱爹呀知错就改 还是好同志 哎呀 这话你敢当爹面说呀 当爹面我有啥不敢说的 哎呀走吧 回去烙了 别烙 这是烙正事是 这得能呗 你说这事爹不能临时有什么变化吧 我看爹这态度跟以前不一样 我估计不能 爹啊咋的了 那个腾飞上幼儿园这个事 你跟小萌俩合计得怎么样了 合是行啊 还是不行 你给我个嘴气 我也好吃的怎么办呢 这事我跟小萌商量了 行 但是上哪家幼儿园 咱们得坐一起商量商量啊 行了 只要你俩同意 下午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我去办就完了 行吗 那到底上哪个幼儿园呢 这么的吧 我那大伙找你姐夫商量商量这个事 那要找我姐夫那行 爹说到时候找姐夫 那行 我也这么想的 姐夫班这事还能靠谱点 我现在就担心腾飞 你说给孩子送那么远 他想家怎么办呢 那刚开始指定想家呀 但没事 一个小男孩让他在外边床上也行 当初我不就是这么锻炼的人 就给你锻炼这么胖 一身扎不行 我准备这个钱 我自个出 自个出 到时咱俩就说咱俩去要我 眼睛还请咱们吃得饭 就这么着 我的面也找着了 你呢 你也会说到时候 嫌子咱俩就 办事能力 特别强 赵总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 你太伟大了 你也想自己拿钱 把这些笔帐给垫上 对啊 还不伤一个人的毛 公司还一点损失没有 没错 他不像多 对不对 现在我饭头是啥 我兜里钱不够 我兜里说些什么 我兜里就五百块钱 还差两个人 年轻 回家酒 回家酒不是走纸都是吗 你兜里不开纸 看啊 看你的钱往出去拿 咋了一盒 这两千五三千 还不用过钱啊 不用需要账 想不想 为公司办点大事 封光的事 到那时候 一开表达大会 说得说 照着些阳光 去顺利地把三千万钱账 给要回来 而且一点没有什么顺伤 到那时候 我们多么样的回合 行 你说不行 我看我跟别人可以合作 这是 行 我还你这钱 谁哪来 去那边传 别人 别人 别把又给扎了 我给你拿两千 没 拿两千 不够我还差五百 你不是 两千 我先留五百多钱 一丫头 你留那么多一丫头嘎 你就把两千五就拿了 你得了 那就剩六十了 剩六十 不是 剩六十 那这些正好是三千 那这些正好是三千 三千 那啥呢 饭钱 你吃 算了吗 吃饭不你张了呢 我这样咱们路都不改了吗 这不是咱们共同国干点大事吗 就一点能够吗 差不多 反正我也没吃 一直都是你吃的 我就喝酒 那酒贵 酒比饭还贵呢 那先算上了 看看 那这钱到时候你得 行 这钱算我吃 这别算你这 这算了俩 行不行 这我塌一半 你一千塌一半 这两千五年是我和你借的 行不行 就这么的 咱们回去 那我把这酒给喝了 你喝了我把饭了 你来吃吧 我不是 对吧 你给我留 留点 你行 冯强 男朋友 我听你俩说这个事啊 我总觉得还不妥啊 为啥呢 原来腾飞还那么小 咱说这县里 镇里 幼儿园也不错 何必舍尽求远 非得把腾飞送城里去 我主要担心的是 你爹有那么大岁数了 来回街啊送啊 这路上 你不是尽道 它不安全呢 爹 我公公想的 比我跟永强还周到呢 他要在市里租个房子 跟腾飞仔那边住 但市里租个房子 就这全城陪着 这些黄昆的 这老小 也真行 还是不放心 那这个事 是你爹主动跟你们说的 是 我爹跟我们说的 腾飞现在跟我爹可好了 比跟小猫我俩都好 真的啊 那就好啊 行 那就相信他一回 不是 我是说呀 相信腾飞 能懂得 他爷爷为他付出这一切 相信他能学好 人家现在腾飞可动事 那小子啊 百经百灵的 那小五跳的 招人歇狠 这一说送成离 我还有点舍不得 不行我 我也经常去陪陪他 我呀 也陪不了 我跟你爹 我们两个老咕噜棒 在那儿 弄不好 俺俩再掐起来 那这行吧 你们拿主意 我就听你们的 来 大家站好啊 立岗姿势 这样 我抓紧时间给大家开个会 今天呢 我想减三点 第一点呢 卫生问题 我发觉我们现在的卫生吧 还有死角 小廖 这你得注意了啊 第二 纪律问题 单岗期间不可以使用手机 这个你跟你们底下人说一下 如果发现按公司纪律处罚 第三 对客服务 一定要微笑 我发觉吧 我们现在时间长了 有点松懈 一定得紧张起来 面对客人呢 有什么事情 我们尽力的去帮助他们 如果解决不了呢 我们要解释清楚 顾客就是上帝嘛 这个精神呢 这个精神呢 一定要跟大家 跟你们手下的人 就是 去说一下 还会给你解释什么 嗯 都好好听着啊 说得多好声音 我哥后边就听着挺洪亮的 我听 我得挺好 行 今天就说这么多 解散吧 没事了 解完了 记住我哦 都 回去好好学习学习 完事了 开完了 妈 我先听一会儿呢 那你给我单开一个呗 给你开什么会啊 给他们开会 跟你都没有关系 找我有事啊 铁蓝 那没事就不能找你了 真有意思 那倒不是 忙吗 我挺忙的 我一会儿还得去趟办公室 我不差这一会儿 歇一会儿 走吧 咋 又啥事解不开了心里 那啥事哪有提 这么多事一提 人哪不是机器 没事呢 给自己找一个空闲 休息休息 大脑呢也需要休息 对不对 我也想啊 但这事太多了 是啊 都历历在目的 甲秘书以后 就是有什么 理想啊 或者什么抱负什么的吗 没什么理想抱负 一个女人有什么理想抱负 反正我就是现在 先把眼前活干完的 就行了 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女强人 知道吗 甲秘书出没出过远门啊 也去过 但现在没有时间呢 我必须得天天忙工作呀 其实也想出去 是吧 铁领你去过吗 铁领没去过 我家铁领那边呢 我知道你老家铁领是吧 对 铁领呢也是一个 怎么讲呢 是非常美丽的一个 一座城市吧 你看有龙首山 还有银岗书院 还有真日 真日 铁领从开元算的 有时间我得去看看 对 没事走动走动 走一走 对不对 你说你万一哪天 找一个铁领的对象 你对那边环境 我去过呀 心里就有底了 我可不想找个铁领 那么远的对象 我家就在这边 这事都是有外移的 你万一找一个那边的对象 那你说气人不气人 人哪 没事啊 就得出去逛一逛 就是休闲休闲 不有那么一句话说得好 小薰 咱学的课文 你记不记得啊 经济之娃那片 你说我是经济之娃呀 那我没那么说 那你哪能是经济之娃呀 就是人 在换一种新的环境来生存呢 就换一种新的空气 总在一个地方工作 或者是干什么 他就会心里产生压力 是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吗 对 走动溜达 铁柳的城市非常好 我有时间一定去看看 然后你给我做个导游啥的 那没问题呀 那我特别熟的你 那个天岚 我还有事 我得去忙了 我先去办公室 你再坐会儿啊 嗯 那你先忙着 嗯 嗯 当时那现场 叶妈 你根本就防不胜防 那女的太猛了 上去就不容分手 刷 就一 一早下去 三到够 得有这么深 叔啊 不是一顺埋怨你 你这是给我添乱呢 咋来了呢 我跟你说 我跟那个黄总啊 那是多年的好朋友 人家想到处帮过我 我俩那的稳账 早就不提了 你说你要啥账啊 不是 我是这么想的意思啊 就是哪管是一分钱呢 也是咱们公司的钱 是吧 大家小家 咱得像过日子一样吧 那钱咱也不是白来的 都是汉水挣来的 是不是 叔啊你是好意 但是这钱 你多亏没要回来 你要要来 你说我怎么面对于黄总 你让我怎么做人 叔叔 不给叔叔 不给叔叔 是 妈呀 老师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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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漾影打哪了这是呀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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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在啦这是呀 没打 这 这就是 有 一个人 所主要能力在的 把钱给我拿 钱 钱 啥钱呢 三天块钱 不信你说 他去了 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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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脑得 验 验 验晨脑得 验晨脑 对不对 我去了喝就我没参照 钱全都到位三千块 他家零钱都拿了 要回来了 杨卢是啥钱 这是给黄总那要回来的 给黄总那要来的时候 对啊 一分这看的时候 我能力没有 哎呀 叔啊 你俩能不能不做了 这是他俩去的 让我说你们啥好呢 服了 你服服 他是他服了 你服服 一水他是对我是崇拜家夫妻 你啥想的 还想啥呀 想啊 能不不想行吗 昨天你跟我怎么谈的这事啊 你你我不想听别的 你抓紧时间给我倒地上 我昨天要让让人家给我伤了 你们俩今天要让把人一水给伤了 这事也你根本就没想要 你知不知道你啊 你别别给我闹这些话 钱现在已经三千万元是不是到位了 现在你抓紧时间把位置给我倒出来 把位置给我倒出来 换位这事儿暂时定不下来 我得回家换药去 还没什么 这事儿暂时定不下来 不痛啊 咱把钱要回来这事儿他俩肯定是遂了 那就 这个可以 干嘛呢 嗯 买东西 我先给腾肥买点吃的 喂 长山呢 爹 我给你打电话 你怎么不接呢 你现在是不是在学校呢 你等着我一会儿 我过去找你有点事 我这针着火 在办公室 你在这里干啥呀 你有事啊 爹 你行了 你等着等我 我马上我就过去找你 当着再说 我那东西得急事 你把这东西给我装着 你给我送过去 然后回来以后咱俩一起算账 我帮你送家的 麻烦你一下 行 那行了 广宽 我听你说你要向镇上吧 是呀 我找常常 你给我帮我帮忙呗 你啥事你就说呗 这不是我 前两天我家乡修结婚嘛 然后镇争否得不有个老颜 然后托徐出去给烧了五百块钱 说是随份子 我现在我都说了我不收礼的 你这钱就给还给人家 大焦啊 我觉得这事挺不妥啊 你毕竟你老颜有这份心思 钱也给你拿的 这是香雪结婚的喜庆钱 你给你送过凌晋 你老颜不得有想法 不好吧 我都说我不能收了 那我自己拿是算什么呀 那行 那行 那我给你送去 是不是你互相帮忙啊 行行行行 行啊 那行呢 那你一会儿你给我送去啊 行 好了 放心吧 刘总 刘总 醒醒 我呀 就是那个黄总 干什么玩意你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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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眼家来挠了呢 不是 刘总你误会了 那天你上我们公司 不要让去了吗 这是我小舅媳妇 这是我小舅子 他呀 耳朵不好使 那天你往屋里闯啊 他以为是坏人呢 他身上就给你挠了 是这么回事 我领他呀 给你道个歉 来 给刘总据个功 来 对不起 小舅 来 你坐这儿 黄总 来 这是你小舅媳妇 对对对 黄总啊 你这小舅媳妇简直太狠了 这一早下去 三道狗出现了 这都行 出生命危险的 放心 刘总 以后这怎么事啊 肯定不会出嫁了 这个 来 来来来 对不起 来 这没事 这没有必要 刘总啊 你也别生气 再给刘总据个功 来 对不起 没事了 没事了 过去就算过去了 那个黄总啊 以后您可跟他说 这可不行啊 问明白了 你要听 听不着 你就问问你对象 以后 可别下手就挠啊 这得回是我呀 要一般的你都不能样啊 他呀 耳朵背 耳朵背的出手快呀 实在不好意思啊 刘总啊 那个 你不上公司要账去了吗 嗯 这件事啊 我确实给忘了 这三千块钱呢 我给你拿来了 这三千块钱 我给你一损 不是 这三千块钱 是要费啊 还是还是 三千块钱 不是我们公司欠你们的吗 除了我之外 还有别人去抄你们要钱吗 好有时候去公司吗 没有啊 就那些你去了 把你挠了吗 没有啊 刘总 那我明白了 这么个事啊 刘总啊 这件事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跟你挠成这样 这是这五百块钱 作为你的医药费 这个你高低点 不不不 黄总啊 你听我说啊 五百块钱就没必要了 这个三千块钱呢 就我挨这个 三大钩也值了 你那么点啊 这个钱你不是欠一水的吗 咱俩那么点钱 这方面事吧 不能说我单独就收下了 咱当一水面 当面楼备办骨啊 你当他妈也瞅着了 正好你也得见见一水吧 行 我又好长时间没看着一水了 正好跟他见个面 你先谈谈 行 来 慢点 来 你俩没啥事的回去吧 那个大人不进香锅 你这刘总挠成这样 再刘总拒过 行 行了 没没事 回去看我特点啊 来来来 走走走走 我穿上衣服啊 算吧 好 走走 老徐 四哥来了吗 啊 坐 那谁呢 这边人 干活去了吗 我这会要去干活吗 你先别去了 老徐 说句话 有个事呢 我必须跟你说的说的 你说刘能这小子 他怎么 他怎么这么不靠谱呢 你说我们都是讲好的事了 我把钱要回来 他就把副总让给我 你说我们的干净死产 让我给要回来之后 钱也交给刘一笋了 你说他不坚守承诺 你说这事 是不是应该你当领导的出面去处理一下 你说我 说你们俩点啥好呢 还是个亲戚 还闹个亲戚 就非得争这个副总 哎呀 这下这个副总把你俩闹的了 那咋的呢 就不当这个副总能咋的 他不当这个副总 现在直接影响我的睡眠 我平均睡眠 每天是十二小时左右 现在八个小时就得醒 差多少吗你说 吃得上 得差多少 现在我身体 说心里话 我特别的虚弱 哎呀 这都是副总闹的 不当这个副总就这样 当副总就好了呗 你俩这事我管不了 你说黄总要不来的话 咱们师傅蒙在鼓里头 都让他给欺骗 你说 因为这三千块钱 黄总还特意跑一趟 真不好意思 我不好意思 这个账啊确实忘了 还把刘总给挠了 你说 你说我四处咋想的到底呢 咋想的 不就是想做点成绩吗 完了把这副总要回去 你就明说得了呗 我给他打电话 哎呀 心里有鬼魂不接我电话 接啊 我接他干啥啊 就我现在我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脾气 我接的 不是得约定和跟他干仗吗 干啥呀 啊 还要打仗啊 那你们俩就互相让一步就得了吧 我都让几步了 对不对 怎么老 老是我让步呢 你 你给他打 这老头 这又添乱 你看你这一天 喂 刘总啊 四处啊 你来公司一趟 我 我去不了 我现在有事啊 我去算你公司 你去说啥事啊 你跟我说 你前两天去要那个钱 那三千块钱 到底是找个事 黄总要钱呢 是找个事呢 我那天去了 那天我不喝多了吗 喝多了 把钱不要回来 三千块钱不都给你了吗 我去了之后呢 碰了一个肥胖中间妇女 完了呢 当时呢 他 对我挺热情的 接待了我 就这么把我 让到屋里 让到屋里呢 不大一会儿 黄总就回来了 回来之后呢 又炒几个菜 还聊得挺头疾的 后来结拜为兄弟了嘛 完了把钱都拿回来 就这么回事 你这样对吧 黄总给我办公室呢 你过来一趟 在 在你办公室 那啥 我 我 我过不去啊 我现在我家有事 我现在回 再见啊 我家没了 我媳妇照顾的 这个咋整呢 你说 刘 不敢来了 那谁 那天我让杨光 跟他一点气的 杨光啊 杨光 哦 过来一下 刘总在 刘优总找你有事 刘总 你找我了 那天 你跟我四叔去 要那三千块钱 你把金哥哥说一下 四叔不都说了吗 他是说了 你再说一遍 我说你和他一样 说吧 一样说说 你怎么去的 你说一下 就是我开车 拉四叔去的 到那之后 又遇到那女的了 哪个女的 就老你在干嘛 怎么的呢 我还是吧 四叔没伸手 用闻地跟他交流 他俩 闹了老半天 他还能跟你们交流呢 啊 啊 这怎么谈呢 你说说 沟通一下嘛 完了后来被四叔给说服了 好后来呢 完了 完了四叔咋说的 我听你说 然后就进屋了 进屋就看到那个黄总 那黄总这长得是啥样的 那黄总这长得是啥样的 四叔咋说的 你说 那黄总长得肯定是 挺胖的 挺像老板的 我们个个挺糟糕的 行行行行 行行行 就了 了到这儿吧 听见没 这就是黄总 黄总给送钱来了 送三千块钱来了 黄总啊 你这减肥的太神奇了 这这这 这一天时间就能受这样 刘总 对不起 我 我不应该骗你 在某个事儿 如实地交代 四叔也是好心 我心这个事 他拿钱垫上了 对公司没啥坏处啊 四叔你说 他是我老领导 他 他让我这么说的 你说 就这三千块钱 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他整出这些事 这么对吧 兄弟啊 好 钱你拿回去 咱们哥们时间不差的三千块钱 不行哥 这个钱呢 一定你得留吧 这个兄弟啊 这个事儿确实是忘了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来还啥呀 有啥还的 不行 你看把刘总你说还闹那样 兄弟这心里边老难受了 这些钱你必须拿吧 哥 什么呢 把这些钱给我撕出 过后我把我 各公司 把钱给你打过去 打啥打 哥 这事儿 一水儿你就别管了 这事我来处理啊 那个 也都接着清了 公司还挺忙的 我先回去了 完了哪天我请你喝酒 你别那天了 咱择日不如状日 咱俩就今天了 我请你 走 行 今天你 快快快 我来那 问你个事儿 就你那个小舅的媳妇 挠我那女的 她 她是干啥的 她是养鱼的 刘总慢走 好 黄总慢走 可 可不是养鱼的 一下就挠出个三 闹到铃来 钱我给司徒送去 分配你个任务 你上 你前任的赵总那儿去一趟 替我谢谢他 而且你还得告诉他 这三千块钱 就作为咱们公司 咱们这个部门 活动经费 去吧 那能行吗 这不司徒店的钱吗 借我这么定 一道一钱 这正好三道 这 快 快 管坤 老言 挺好的 挺好 你个也挺好吗 挺好 挺好 好 有事儿啊 我呀 去找我姑娘 皮长衫 那个 皮皮长衫啊 我得和你说两句话 不知我该说不该说 说吧 这孩子有个毛病 出事啊 往上看不往下看 镇政府院那样 对他提供想法的 这样的 抓空把孩子唠唠 行了 老爷 我就谢谢你了 关坤子 还有事啊 大姐挺好的 挺好啊 对了 你不说我还忘了 能不能大姐给你打电话呢 没有啊 没有 打了吗 有什么这么个事 就是人家相处结婚嘛 你让老徐不给烧五百块钱吗 对对对 这大姐我老感动了 老爷子这人真不错 让我带个话表示感谢 顺便呢 让我把这五百块钱给你烧回来 烧回来干啥呀 你那大姐办这婚礼 你那不受理 你说他拿单手你的吗 我和别人不一样 关坤子呢 你怎么不一样呢 你看你 你是 你可帮我倒忙呢 你这傻话老爷子 我赢大姐让我烧钱 我不知道咋我事 我就给你烧什么忙 帮倒忙啊 你 你起起起起 给你放着啊 没了没了 我这要是 别闻了 这还是 我这要是 我爸爸爸你能把东西放你 没事 我先抖起来 你把脚子放你 慢点啊 给你个脚子放你 慢点啊 !,抖子 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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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啊 不客气 慢走啊 慢走 还弄呢 这屋里头怎么摆一扔啊 摆了一个规论 你告诉我咋摆我 我也不懂 爹 你接着干啥呀这都 我回来收拾收拾东西 把这帮我室给你腾出来 真快啊 嗯 真是 风风火火 本来大脚儿想来的这 这不消消干净婚吗 上厂里他不放心 你去看看去 不用忙了 你这 搁这忙一上午来 你看看 你去你小店吧 没事 超市大伙都是熟悉 大脚儿跟这开多少年超市的 有的我俩不在家 又不锁门的话 拿啥有的值得家自己 就把钱就放下来 现在都这样了 都一个腿的嘛 哎呀 那你忙去忙 谢谢你啊 在家 谢谢啥呀 我是 我也没啥事 你要有啥缺啥少啥的 没时间我就上城里 给你俩跑去啊 没事没事 我去就行 您快忙你的吧 王姨 有事找我啊 行 不过我先走了 你忙啊 嗯 谢谢王姨 走 走 我找你有点事 这腾飞现在也不小了 我心思里得给他找一个幼儿园 我心思里得给他找一个幼儿园 是不是 是不是 接受良好的教育吗 对 腾飞是敢上幼儿园了 那就找一个呗 问题是上哪儿的幼儿园呢 哪个地方好啊 我这不是来找你的了吗 你帮我採谋採谋 看看怎么弄好 咱们镇上 不有挺多幼儿园的嘛 随便找一家吧 镇上幼儿园呢 说实话 我不想让腾飞去 我想在城里给他找一个好一点的幼儿园 爹 你用不着吧 我们家志高那时候就在镇上的幼儿园 再说你到城里了 得个人陪着去啊 你天天跑多远呢 谁陪他呀 陪就对我陪 就对我来回跑 咱们家里的人 包括有些外人 都认为我呀对腾飞不好 我这回这么做 就是想证明一下给他们看一看 我不是对腾飞不好 我对的好 知道不 所以说我觉得呢 当时来找你 城里人家 你很认识人家比较多 你看看哪家幼儿园比较好 你帮帮我这个忙 行不 给你老实在买好 你看看哪家幼儿园比较好 你自己都不丢了